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停 下一集0.2.27分直播 2.27分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.5x 1.0x 1.25x 1.5x 2.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战报 亚太主场儿的二华夏拉维奇 破梅依哈洛 先学频求50% 75% 100% ZEBRA 0027 Illusion 播放模式Chronels 分辨率1920x 1080 视频宽高848x 480年量50% 视频协议 HTTPS CDNAPD 69C75E 376AF 9097 EC 376E 7B ARC LRF V SMT CDNS COM下载速度 缓冠冲资料 缓写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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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4.37 2018年8月 28月 10.05分04秒 播放流水 ZB741 697F8 CBF 4D 62A 088 4FT 9370 1870 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,点击清楚,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战报,亚太主场二道二华夏拉维奇,破美伊哈洛县这屏球,按住画面移动小窗。 16506404800,点击视频,战报亚太主场二道二华夏拉维奇,破美伊哈洛县决评球,时长约2分27秒,腾讯体育9月1日去长春亚太官方发布限期归队通知函,要求预备队擅自离队行员百扬,在9月2日17点前必须返回球队,值得一提的是在8月27日的预备队比赛,终于23球员百扬还曾首发出场。 30日9月1日要求解除与球队合同并擅自离队,19点35分直播中超华校VS上岗无类付出叛双沙主队,百扬擅自离队被亚太发限期归队通知函,亚太官方在限期归队通知函中写道,2018年8月30日,球员百扬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长春亚太,递交了解除工作合同通知书, 在未得到俱乐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离队,亚太方面认为百扬的行为严重,迷倒了双方签订单,合同,为此下发限期归队通知函,要求百扬限期在2018年9月2日17点,必须返回成春亚太旅行者任何义务, 否则因此引发的一切责任和后果均有球员百扬本人自行全部承担,亚太官方声明。 中文章